在台湾 其实我们的疫症 走向离岛 走向边向 在亚洲 我们最早去的就是菲律宾 每天的生活费不到台币33元 平常吃一顿饭都有问题了 更何况是看医生 用沙滩椅当作病床 用学校的桌子当成手术台 没有担架 就由医师扛着病人 护士拿着点滴移动 小鸟虽小 五脏齐全 里面牙科需要的东西都有 有些牙医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疫症 都非常的惊讶 很多政府官员看到了 就会跑来找我们说 我们可不可以买这个 你们支配太好了 是是是 所以发挥很大的东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最前期再见